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全日总结 今个环节就是Jason 还有我们的嘉宾Jason 你好 Jason 首先和您谈谈港股走势 看到港股今天跌幅不断扩大 全日跌660几点 市场担心中国经济数据 港费转弱等等因素 一下子那些乐观情绪 就好像走得七七八八了 是不是都要等A股服侍 有点利好政策出台 后市才会做好一点呢 都是的 因为看过去那几个星期 港股又低位 淡了1800点上来 其中一个最大的动能 或者那个理由 都是来自大家对于 内地政策的一些憧憬 比如说在银根上面 会不会有机会放松一点 或者在扩大消费 或者是稳定投资方面 会不会都有更大的力度 结果就令到这个 政策的因素之下 令到恒指都由低位 有个很强的反弹 但是你说去到今天 内地那边都是优稳市的 暂时都是看不到 有更加多的一些政策出台 反而市场上面 就会倾向把那个焦点 摆回去一些比较负面的消息上面 当中包括就是说 内地的经济数据 或者在星期六的时候 出来的PMI数据 无论是财新方面也好 或者官方的指数也好 都是远远差市场的预期 令到大家都有个多大的担心 运来地整个製造业的环境 去到第四季的时候 会不会受到贸易战这个冲击 令到那个衰退的程度 会更加显著呢 当中也都见到 在那个扣进价格指数方面 就是反映了企业原材料的 成本的指数方面 今次都有个明显的上升 就是反映现在内地很多的 中小企来说 他们面对着订单的萎缩 但是同时间 在那个成本上面又增加 所以都有个担心 就是说这些公司 来进出的第三季 或者第四季 那个盈利 都可能会有个比较大的走样 所以基于这个因素 都令到 今天很多中资相关的股份 都跌了下来 那随此之外 一些外围的因素 也都要关注 譬如说 在意大利方面 看到最新都有些消息报道 就说有些执政党的官员 都提到 会不会接下来考虑 用意大利自己的货币 等意大利方面 整体的财政政策 可以不再受欧盟 或者欧元区方面的规管 令到这些 即这番说话 都令到大家会担心 意大利会不会又有个阴霾 但未来又会面对一些脱欧的风险 所以就在这些因素影响之下 都令到短期里面 市场的气氛是瞬间转弱的 今天当内地股市没有开的情况下 但是成交都有成九百多亿 还有看到那个指数 都大跌了七百点 整个形势 就比我在上个礼拜想象中 是差了很多 也都是初步反映 之前那段的反弹 有机会真的去到两万八这些位置 是初步见到短期的高位 也都叫正式告一段落 这一阵试回 就要小心一点 如果你说未来连两万七都守不住 甚至乎真的要再试低一点 去回两万六千多的话 代表着整个上落的形态 或者整个浪低于浪的形态 都还是会延续 所以在目前这一刻 如果要买货薄反弹 都可能要审慎少少 10月开局回来 港股今天走势就真是一样 看到全日就要跌662点 报价27126点 而国企指数就跌263点 报价10754点 而大股成交金额 全日就是909亿多 说完大股之后 就想和Jason说一下腾讯 因为看到他就宣布了 进行内部的架构重组 将原有的七大事群 就调整为新的六大事业群 当中还新成立了一些事群 包括云与智慧产业事群 和平台与内容事业群 之前大家看腾讯 常常去看它的手游 今次的调整 今次的架构重组 会否算是一个转捩点 告诉大家 其实它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地方 这个架构重组 基本上在长远来说 都算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即是能够将不同的业务范畴 或里面的数据 可以做一个整合 再发掘 看看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新的业务出来 比如说对于企业方面 那个的合作 或者生意 会不会可以再做大一点 其次也是 对于一些新的业务的投放 比如说是云计算 AI 或者大数据等等 这些是大家现在都是很有期待的 这些范畴会再加强投入 虽然你说长远来说 可能去发展这些业务 都会有个多大的潜力 可以令到腾讯进一步增长 但是短期里面 始终市场都会比较关注 现在在收入的分布上面 都是以游戏业务的占比比较多 今次漫漫然要做这个 这个所谓的重组 或者整个业务上的重整 大家会担心 就说会不会去现在 就是支持着比较多的 那个游戏的业务 开始真的有个多明显的走下波 或者政策上面 真是多不利这个业务 所以才导致它 就是被迫要做这个转型 所以变相就 都会令到这些行业务 会觉得短期里面 腾讯在那个盈利方面 都会有点的压力 那甚至乎大家也都会有个担心 始终它要发展一些比较高科技 或者高增值的业务 比如说现在要做一个 叫做产业化的业务 比如说要做一个 就是智慧零售 或者智慧医疗等等 这类业务 都可能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或者是一开始的投资金额 或者是研发方面的金额 都会是比较高一点 而且这一方面的业务 亦都很难在短期之内 会实现到盈利 比如拿回之前一些支付的业务 或者企业云计算的业务来说 就算它的用户群在不断增长 收入方面 亦都保持着有个高增长 但是在盈利上面 都暂时见不到一个很大贡献 甚至乎个别的范畴都还在烧钱 拖累的毛利率 所以变相如果大家仍然都将那个焦点 放在一个比较短期的业绩上面 或者盈利的增速上面 始终在这个长远的改革方向 就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到贡献 变相对于股价来说 我觉得又不会马上带来一个很大的支持 所以暂时我自己看 腾讯的股价都仍然会面对一些压力 今天也是在市场上 反应也是比较负面一点 如果未来市场仍然要再落心一点 不排除腾讯的估计 有机会试之前就是三百零多元的位置 好 说完腾讯之后 还想和Jason谈起车股 因为见到今天都是全线首额 特别是华晨11.14 全日都跌了一成 本来是11.4 事关瑞讯就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 就说宝马向经销商 第三季的销售 作出了几大额的现金补贴 每两补贴由5000元人民币 至18000元人民币都有 而且第三季的销售组织 预计是12万格 所以变相他们的日理 可能会减少20亿元人民币 所以也下调了华晨在2018年 至2020年的盈利预测 本来市场在内地的汽车销售 其实都已经偏向悲观一些 现在就连华晨宝马都好像 不太站得住脚了 是否都证明前景都很暗淡呢 本来在上几个月 都看一些行业的渠道数据 看到一些高端少少的型号 例如宝马来说 其实销程又不是很差 他们也很少做一个这么大额的补贴 但见到今次都要跟从其他OEM公司 或者汽车生产商 都以为对于经销商那部分 要做一个比较大的补贴 或者下调的销售价格 某程度上都反映 现在内地整个汽车市道 都的确是相当疲弱 又或者本身那些经销商的库存 都仍是累积得相对比较大些 所以无可避免底下 如果要那些经销商 继续买你的货 那你都一定需要 将在那个价格上面 有些调整 比如说给补贴也好 或者在那个折扣上面 要扩大也好 从而才能够增加那个出货量 但这个都要小心的 当然如果你说 未来都要继续做这一类型的补贴 就算你出货 就算你做到的销量出来 但在到最后 这个无利率方面 面对多大的压力 这个真的要到时候 看上去可能业绩的时候 才会知道 但市场上面 就不会等业绩出来的时间 才去沽货 如果发觉 现在开始有一个减价潮 其实是在漫延中 从之前一些中低档 或者是Logo的品牌 现在漫延到一些外资的品牌 或者是比较高端的品牌 似乎大家都相信 现在内地整体的汽车市道 特别是需求面方面 都似乎是挺差的 所以短期里面 我觉得这个品牌 都没什么运行的 所以暂时来说 都要比一比 好 接着最后还有些时间 就和Jason说中资航空股 因为今天在疫市中 可以靠得稳的 其实就是一些油股 因为看到隔晚 油价就升了近3% 坐在4年的新高 但是油价抽升的同时 其实就有人理淡了 中资航空股 看到他今天就全线来打 加上人民币就持续贬值 而美元就升值 或者会对航空企业 造成一些会对亏损的情况出现 那么你看这个板法 可不可以说是低传未算低 是的 那航空这个板块 我记得在对上个多星期 曾经有一些反弹 比如就好像东航来说 都曾经有四个半 差不多 但约上上个星期初的高位 去到五个三 但是那段反弹都纯粹 基于某些行出报告 就叫做看好 那当中原因他们都提到 就是在票价上面 有机会是上升 因为都说冲敬黄金周 出油的人次会增加 特别就是说 对于可能一些 就是亚太区的市场 比如日本 南韩等等 都会有机会是 就是增加回那个客流 但是看回因为在这段时间 都有几多一些 天气不稳定的情况出现 比如就是刚刚过去的周末 那日本那边也都是打荒 那让很多航班要停飞 也都令到很多旅客 可能要取消行程 那变相都令到可能 大家之前想的 那个比较正面的信息 暂时来说就实现不了 那也都很难说 票价在那个收益率上面 是不是会因为真的 这个黄金周的假期 会有个很大的升幅 但是相反地 在那个成本上面 就一定是会增加 刚刚阿佑提到的油价 保持着创新高 那就算你说部分 一些内地航空公司 部分很多航线 都是上调的延入附加费 但是即使他们调高这个延入附加费 也好 都不是说能够百分之百 可以将那个油价的成本上升 可以转嫁出去 而且你加得这个延入附加费 那变相就是说 令到那些人买机票 其实实际的成本是高了 那会不会因为这个加幅 令到那些人去旅行的意欲 是叫做减少了 或者坐飞机的意欲都是降低了 那这个也是会有个负面影响的 那再加上就说 始终现在人民币贬值 对于他们外债来说 也都有一定的压力 那另外就不要忘记 由于他们本身借个美元债 都比较多的关系 美国保持着加息 也都是变相令到他们 未来再发这些美元债 那个融资成本 也都会变相有个增加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面对当个需求 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复苏 但是在融资成本 或者燃油的经营成本上面 是继续增加的 那我都相信这个板块 在一个比较逆市的情况下 很难说会做得太好了 好啊 南行全日跌4.3% 部位4.79 而国行全日跌半成 部位7.18 至于东行跌超过半成 部位4.76 好啊 谢谢Jason 你的长长分析 和你申报 刚才我们提过股份 你有没有持有呢 没有持有的 好啊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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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